所以才可以讓這個騎士從未來回到過去 你就會知道他們這個劇場版設計的動物度高水準 基本上就充分的發揮所有新屏層都在同一個世界觀的概念 NOSEN!NOSEN!WATS!NOSEN! 我們叫Gamman 來各位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同一個劇場版的東西 我個人覺得 如果以一個世界生來講 這應該是超沒有誠意的東西 可是考慮到他裡面所附贈的東西 這個應該算是一個福利吧 這時候大家很好奇 為什麼我說新規卻拿出來我們歐製的腰帶呢 因為呢 我們需要把腰帶拆下來好不好 跟大家備註一下 CSN歐製不然新版舊版 它的腰帶都只有一條 有一點點扣 製造成本應該是沒有到很高 可它沒有再多付一條 讓我一點小小的難過 可是考慮到當年一萬塊售價 我覺得還算是可以理解 還算可以理解 OK 然後我們第一件事情的話就是把東西拆掉 但是好在CSN拆的方式非常方便 它這側光是採用魔鬼戰的方式 所以你只要把它撕掉把它拿下來就好 不像我們DX版是綁定的啦 再來就是側掛這邊也拔掉 它是用抽的 像這樣 這樣子就把它拿掉 然後記得把它扣回去 以往它不見啦 畢竟CSN跟DX版是不共通的 再來就是本體的部分把它裁切掉 器材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先放在一邊 等一下再用 重點是我要拿出完全新規的道具好不好 CAMEN RIDE POSEIDON POSEIDON 它的名字有點長我不太會唸好不好 所以我要這邊請Google幫我唸一下 這個東西的話我個人覺得啦 以一個一萬CSN來講 然後加上它裡面的硬幣啊 都是完全重途加新規嘛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區塊比較偏向於 就是一種小小的贈品的概念啦 而非是它的主打商品啦 其實也算半主打 反正至少做出來我覺得它還不錯好不好 可是我自己更想要原本變身者 它的另一條腰帶啊 CAMEN RIDE AQUA 了解說明 我們把它這邊講到之後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全新的一個腰帶好不好 跟大家備註一下 這個就算今晚也是我們 紅尚基金會開發出來的變身道具啊 這個話是它的一個本體好不好 嗯不錯不錯不錯 基本上我個人覺得 它這個設計感啊 就滿有海洋的感覺好不好 就是那種漩渦感 然後再加上 那部劇團版今晚也是四周年復健的嘛 就滿他們那幾集設計的腰帶 都很有初代的感覺啦 就是那種旋風啊 那種漩渦狀的一個設計啊 所以這部話才是採用一個圓圈做的設計啊 然後它上面這些塗裝啊 嗯 還是非常非常不錯的啊 整體就是CSN規格的塗裝 唯一比較可惜的是 它裡面的黑色啊 今晚並不是採用一個消光啊 小遺憾小遺憾 這把上個消光器應該會非常好看啦 然後裡面的話一樣有金線條 背後部話差不多長這樣 我跟大家講一下啊 它並不是插一般電池 它是用小小顆水銀電池啊 可見等一下這裡面搭載的東西 可能會有一點點少 這個話就是它本體的部分啊 並沒有任何開關鍵喔 所以就算它就是電池插機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這樣子 所以呢 這差不多就是它本體的一個部分 畢竟是屬於童家出的嘛 所以呢 它這個基座部分啊 就算它也是常跟歐字一樣的基座啊 給大家看一下 就算它跟歐字的基座是同模換色品啊 就算它沒有做任何的更改 整體的質感還算不錯 還算不錯 整體看起來不會很馬虎啊 基本上就是CSN的規格的設計啊 跟大家背書一下啊 它並沒有搭載任何的電池 所以它這上面是沒有搭載任何的語音包 你要玩語音包的話 乖乖的玩我們CSN刷刷球啊 然後呢 這個要怎麼裝 非常簡單 就是說 看這邊凹槽 凹槽的話就等這邊 然後插上去 這樣子就完成好不好 嗯其實它蠻可愛的耶 老實講 還不錯還不錯還不錯 基本上就很復古那種圓形腰帶啊 然後要怎麼拔掉就很簡單 就直接拔 這樣就好了 它並沒有任何的卡槽 所以你們在玩的時候也要小心一點喔 怕把它撞掉 然後呢它為什麼會獲得這個驅動器呢 因為呢本身這個使用者 它怕水 對不要懷疑它就是因為怕水的原因 所以我們的紅上就配了它一條腰帶 然後呢它所使用的硬幣的話 就算是屬於我們的海王系硬幣好不好 或是也可以稱為海洋系硬幣啊 就是我們昨天介紹的這三枚硬幣 人稱水下的一個狂戰士型態啊 鯊魚鯨魚跟我們的狼魚這樣子啊 而且我覺得這個型的最特別的點是 它既然其中有一枚 並不是採用藍色而是採用紅色啊 而且也讓它看起來更加更加強悍啊 我們現在看硬幣 第一枚的話就像是我們鯊魚 我們只有講過好不好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圖騰型的設計啊 而且還融入了波浪的一個結構 然後呢 我們的鯨魚的話也是啊 但是鯊魚跟鯨魚其實有點像啊 最只要區別點 還在看它上面這個有沒有噴水啊 然後呢 最後最像我們完全圖騰的一個狼魚啊 然後呢 我們把它講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馬來進行一個 Handsync 變身完畢之後 我們再跟大家講一下它的一個故事啊 少講一件事情 要把我們腰帶給裝上了 記得注意方向性喔 這個凹槽要向下 OK 這樣子我們腰帶就配置完畢了吧 嗯 其實配置完之後還蠻漂亮的耶 老實講 這樣子我們就變身完畢了吧 它的變身超級簡單粗暴 就是放進去之後呢 它就 然後就 就變成完畢啦 但是簡潔粗暴 這就印證一句話 越大未來的腰帶會越來越剪輯啊 我跟你講以後差不多一秒變身啦 嗯 可是不能說 我覺得它這個加CSN帶 再加上這個整個台座的時候 喔好好看喔 我的天啊 整體的就是 簡潔幹練你知道嗎 非常非常酷啊 看起來真的超美的耶 很讚很讚很讚很酷 整體的第一感光啊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啊 沒想到拍起來視覺的效果會這麼好耶 我很喜歡 這個型態一個比較重要的點就是 它的硬幣的擺放位置 我覺得它擺的蠻好看 就是 它擺的就是一個 類似那種漩渦狀的感覺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圖像啊 然後基本上都是完全朝正中間啊 所以看起來整個會有一個漩渦感啊 嗯 不錯不錯不錯 基本上也符了它海的一個設定 然後呢我們最後再稍微再玩一次 玩完之後呢 我們再跟它講一下它的故事 對 你只要把一個硬幣拿起來 它就會進入我們的一個 解除變身的形態 它解除變身跟它的變身算蠻相似的 然後呢 就這樣 呵 超短 我覺得它整天有一點很像簡易型的感覺啦 個人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沒有那把武器 就是那把長槍 我覺得整天完全就比較小於看一點 然後它的故事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由於它這個話就像是 為了我們未來的主角而準備的 所以簡單講 其實這個也算是好人的一個腰帶啦 只是因為呢 在我們歐製的那個大戰之後 又加上那時候所有硬幣都被吸入那個洞裡面嘛 所以那裡面是負有強大的力量 就跟我們完結劇場版那個時候發生的情況差不多的 因為那個黑洞關機 所以臨機到我們的未來 導致我們主角使用這個時候呢 這三枚硬幣跟那個力量產生共鳴 所以這個硬幣也產生了自我意識 然後呢 藉此操縱我們主角回到我們過去這樣子 所以這個劇場版基本上 是跟我們本傳非常非常有關係好不好 而且 我們的安庫也從未來來到這裡 雖然產出那個黑洞 這樣所有硬幣給吸進去嘛 可是呢 它怎麼從未來再來到我們的過去啊 這時候呢 就牽扯到我們服務者那個隕石啊 也是因為隕石的撞擊 所以才出現時空扭曲的一個現象 所以才會產生出那個黑洞 這個故事要產生 基本上一定要 我們主角在最終決戰 將我們的恐龍硬幣給砍爆 然後變成吸進黑洞裡面 再加上 福祉的隕石要剛好砸落到那附近 然後呢 產生出黑洞 所以才可以讓這個騎士從未來回到過去 你就會知道他們這個劇場版設計的 多麼高水準 基本上就充分的發揮 所有新品層都在同一個世界觀的概念 不同城市發生的事情 都有可能連帶到影響下一個城市發生的事情 所以呢 這個劇場版我覺得非常非常好看 如果你要再次看到這麼高水準的劇情 基本上也是要等到 Birdle那個平成Forever的劇場版 我們把這邊全部講完之後呢 大家一定要問一個點 這個要怎麼放到必殺技 沒有 哼 他就是沒有必殺技 如果你要玩到必殺技或是其他形態的話 就是要借助到我們歐製的一個 CSM燒燒球 就這樣 所以我才會講說 這整體的比較偏向 有點像是贈品像 但是整體的擺出來感覺是非常好的 然後呢 然後呢 我知道大家一定要好幾個點 如果我擺放出其他的硬幣 會發生的事情好不好 來 CSM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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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效完全一樣 不要懷疑好不好 他沒有帶任何感應系統 你只要放進去觸發按鈕之後 他就是跑出對應的一個能力了啦 不希望我們再測試一個 來 CSM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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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你用三個音 跑出來的音效也是一樣好不好 你單�槍好帥啊 哼 CSM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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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一旦就是我們這次CAMMNEDA 物質的一個巨場版限定期 10個完整開箱 如果喜歡的話請喜歡的話 在影片你們的影片中分享一下 Natalie Bye Bye